各位兄弟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陈希家园团契小组的智州 在这里祝各位兄弟姊妹圣诞快乐 很荣幸进行这次分享 我们的团契生活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感谢牧师 组长还有各位肢体对我的帮助 使我的生命得到了重启 得到了滋养 得到了成长 而在一年前 我正处在灵性低潮期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行教会和团契生活了 所以非常感谢主为我预备了这样一个团契 在团契中 我能够找到那个使我感到平安的人 以前进行团契生活的时候 身边都是很熟很重要的人 所以有时候就会希望通过分享或者等等其他的表现 来获得认可 同时获得帮助 但是很感谢主 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给我预备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小组 大家都在外地 然后年龄相差很多 反而使我更加释放 更加认真的审视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欲望 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对夫妻 他们希望通过改变职业方式 获得更多的时间 进而服侍 服侍教会生活 可是结果没有得到预期的那么好 牧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是为了荣耀神 还是为了实现自己 我想那就是我之前的生活状态 而进入团契神明小组 通过一年的学习和分享 我们开始重启我们信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问题 就是耶稣是谁 当我看到耶稣那一个照片 看见他有别于以往那些光明的 高大的 伪暗的那些形象 头上没有光圈 只是一个 普通的 中东地区的一个人 是我 开始真实的反思 主和我们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天堂 通过地狱的一些认识的更新 通过我们团契 我们教会认识的更新 使我正视自己 开始真实的发觉 使我切实的需要耶稣 使我切实的需要更新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的生命得到了重启 在近期的生活里面 开始 生活出现了很多信仰方面的改变 开始每天能够规律地查经 开始每天可以 夜深冷静的时候 也可以 静观 然后让神坐在我的旁边 这样是我的信仰生活和我真实的生活得到了有机的融合 感谢主 感谢主对我的带领 我想说的或是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很感激这一年的团契生活 能使我从那种游离的迷茫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的信仰生活中 我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正逐渐的成为我正常的生活方式 我为此感到非常感恩 感谢主 我分享这么多